平均大概12到13疾分就可以通過第一階段了 加分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為什麼這裡的加權後疾分會有小數點 就是靠這些加分加出來的 你說不加分行嗎? 大家好我是目擊藥師 這個頻道是來分享醫藥知識 以及一些藥師工作與生活的大小事 如果喜歡這樣的內容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我上片的時候就會收到通知了 首先我要感謝有留言的觀眾 畢竟有些錯誤我可能沒注意到 或是大家想知道的內容我卻沒有想到 所以大家的留言就能幫助我修正 或是成為之後影片的內容來源喔 上週的影片有位觀眾Thomeday留言補充說 嘉南跟大人科大藥學系也可以用學測成題報名喔 那為什麼我上一篇影片要說扣掉科大呢? 你是不是瞧不起科大? 沒有啦 原因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不太清楚其他招生管道啦 甚至比起科大 報名過國防醫學系的我 可能還比較清楚報考訓校的流程呢 所以這篇就來為大家補齊剩下的囉 只是比較不好意思的是 看到這支影片科大的報名也來不及送了 啊國防也來不及停檢了 可能只能幫助到明年要考試的高二生囉 除了大學征選入學以外 能使用學測成績進入藥學系的入學管道 應該就剩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 跟軍事學校正期班征選入學這兩個管道 應該沒了啦 再有其他的我就 再找機會幫大家做補充囉 前者呢可以申請到家藥跟大人 那後者當然就是申請國防囉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 雖然是四年制科技院校 但家藥跟大人的藥學組都要念五年 而國防和大人的靈藥組則是六年制喔 四季申請 其實就跟大學征選差不多 但一階篩選就沒有上週介紹的這麼複雜 只有簡單的加權 是不是好像在哪裡聽過呢 沒錯 指考分發也是看加權喔 只不過四季申請的還有二階的征選 不單單只看大考成績就是了 那這裡的計算方式有點繞圈子 簡單來說就是把你的各科級分乘以各自的加權 再除以15乘以總加權 最後再乘以100才是所謂的加權平均成績 那這邊幫大家回推並歸納一下 以108跟109已經採集四科的這兩年來看 平均大概12到13級分就可以通過第一階段了 比起上次介紹的藥學系門檻相對低了不少 而且如果你加權重的科目分數比較高 那就更吃香了呢 比方說如果你的音、數、字都15級分 國文只要一級分就能通過一階了呢 軍校征選 名額非常非常少 比日本製的壓縮機還要稀少啊 申請方式有 國防培育班、學校推薦、個人申請 資格率有不同而已 那學校會依這個順位去招生 三個方式可以同時報名 那多數人應該是用後兩個方式啦 比較特別的是因為這是軍事體系 所以在報考前要去參加體檢 但最晚體檢日期比報名日期要早很多 所以想報考的人要注意體檢日期喔 回到大家在意的分數部分 軍校申請也是跟大學征選一樣 有看倍率的 不過超額篩選的部分就不像上次所提到的 多數要學系只看總分 這裡的超額是有一定參著順序的 可惜的是他們只有公佈最高跟最低錄取總級分 詳細通過標準只有學校推薦的部分 大家就加減參考囉 在這邊提醒一個很重要的是 報考軍校有兩種加分優待 分別是特殊身份跟全民國防線上測驗 一般高中生可能沒有特殊加分 那你至少要做線上測驗 超過80分之後會有0.5-2%的加分 這個加分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為什麼這裡的加全後級分會有小數點 就是靠這些加分加出來了 你說不加分行嗎? 好的能用學測成績報名的管道 應該都介紹完了 那這裡再說明另一件事 Sunday在那個留言裡有提到 一樣是拿到藥學士學位 都可以參加藥師國考 這邊跟大家說明一下 根據考選部規定 基本上只要是藥學系畢業並實習完成 或至少把第一階段科目修完 就可以報名第一階段的藥師國考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 只有叫做藥學系的可以報名 藥學相關研究所 關於是碩班啊博班啊不行 藥用blahblahblah系也不行 甚至最容易雲木混珠的 什麼什麼藥學系或是 中國藥學技重要資源學系更不行 大家選系跟報考的時候 一定要多多留意啊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並把影片分享給想了解更多藥學系入學管道 或是對成為藥師有興趣的親朋好友 或是高中生們 我是木雞藥師我們下次見 掰掰